主播各位观众三立新闻团队 持续在香港李文告别式的现场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移到了 这个割脸成脚的火葬场这边 因为刚刚灵堂这边结束之后呢 李文他是灵车就开来这边来进行火化的 那么家属亲友以及粉丝呢 都是有搭乘巴士来到这边 要送李文最后一程 不过呢刚刚其实在灵堂那边呢 他的老公布斯是没有出现的 来到这边火葬场的时候呢 布斯是搭着自己私人的轿车 来到这里要送李文最后一程 不过呢在刚刚所有仪式都结束 布斯在离场的时候呢 其实有粉丝是有暴动的情形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画面 来一下 来一下 你想说什么 你没聊天啊 他可以看到呢其实粉丝非常的激动 在布斯上车的时候呢 他们就冲上去追打这个轿车 以及呢是喊着布斯去死还我李文 等等激烈的字眼 而布斯呢他身旁呢 是只有一位保镖护着他的头 以防他就是有这个危险安全的问题 那么呢我们也有问布斯说 就是他想对李文最后说什么 那布斯是说呢他一生都爱李文 不过这样的说法呢 其实在现场的粉丝呢还是不能接受 就是边跑边哭垂打着布斯这个离开的轿车 那现场场面真的非常的混乱 目前呢家人呢 他们已经一点要去那个酒店 然后呢是吃一个这个橱惠宴 也就是他们香港的习俗 那么我们会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消息 以上是香港连线的最新现场